士拼赛林高远4-1黄振廷晋级8强 韩国黑马惨遭逆转 北京时间11月27日消息 2021年休斯顿士拼赛男子单打展开第四轮角逐 林高远率先进入8强 面对中国香港的黄振廷 林高远掌控局势以4比1获胜 德国的波尔 瑞典的莫尔 加德都挺进8强 第二局开始后又是林高远率先领跑 在8比6后两人形成对拉相持 精彩对决让现场观众发出喝彩声 黄振廷手软的出现失误 林高远拿下这一分扩大优势 黄振廷打得很顽强连追2分 林高远沉着应对坚持抢攻 他连得2分以11比8紧上添花 第三局林高远以4比2开局 黄振廷之后几次尝试反攻 林高远都给予回应保持领先 林高远搓一板出界 黄振廷拿到局点 林高远这时控制住自身失误 一口气连班3分以12比10逆转拿下 总比分3比0领先 之后双方交替得分 黄振廷以10比5拿到局点 林高远连就两个局点 黄振廷请求暂停 回到场上林高远在白短时失误 11比7 黄振廷扳回一局 林高远在第5局找回状态 迅速以6比0领先 回到场上林高远重新掌控局势 他以11比7拿下 以4比1淘汰黄振廷晋级 上个比赛日 暴冷淘汰林荫茹的韩国选手 林中勋没能继续晋级 先胜三局的他痛失好局惨遭逆转 以3比4不敌瑞典的穆尔加德 七局比分是11比6 15比13 11比9 8比11 2比11 5比11和6比11